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随著电视剧《莲花楼》的爆火 饰演李湘以李莲花的男主陈毅 却被爆料出依旧被资本打压 被工作人员无视 曾经在节目里 袁永宜非常生气地对陈毅呐喊 希望他能说出真心话 他开始以为陈毅只是性格比较闷 慢热,后来发现他脑子里顾虑太多 作为新人的诚意低头表示 曾经被导演和制片人明确表示 自己做不了演员这一行 这样的强大打击下 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但他相信自己不会可以学 并鉴定自己的热爱和选择 虽然我也不分诚意 但看了《莲花楼》里的他 表现真的非常出彩 尤其是动作戏特别干脆利索 是一个有演技有能力的演员 可看到他被资本打压的信息 内心还是有些为他一难平 没有资本的力捧没关系 他自己努力就好 可因为高位太低 曾在2016年青云志的发布会现场 在分发切片环节 直接被工作人员忽视 还好被赵丽颖看到 拉住他一起切蛋糕 这样的事情远不止于此 曾在新剧开机仪式上 哪怕他是男主 发红包环节也直接被工作人员略过 后来哪怕拍摄《琉璃红》了以后 还是屡次被排斥和忽视 甚至直接沦为了赚钱工具 拍了一部又一部剧 哪怕受伤主注拐账 也要催住他上场 即使如此 在诚意眼里 他对自己的唯一要求就是少抱怨 多做事 准没错 其实 在娱乐圈里 没有名气或者新人阶段 或多或少都有受到过资本的打压经历 我们所熟悉的黄渤 张颂文就是典型例子 新秀王一博也是如此 一人红前和红后 身边人都是截然不同的态度 即使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也是如此 可像诚意这样 红前和红后 都被打压的确极少 这大概就是没有背景的原因吗 诚意的性格系里系外也截然相反 现实中他属于憨憨又老实巴交的类型 能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 用埋头苦干的方式 拼命打磨自己的演技 让自己能有一个立足之地 尽管一直饱受压榨和不公 曾在一个制片人直播间 听他对诚意的评价 说他是当代青年难得一见的戏吃会 反复揣摩每一个角色 好像现在和某知名老戏鼓手下学习 他一直用演技和人品来证明自己 因为不会表达总是小心翼翼 这让我想到了白静庭 不受限于任何公司 靠自己打拼 哪怕在艰难 也总有一天拼出自己的一片江山 或许诚意所受的苦和委屈远不止于此 希望他坚持自己的初心 把所有的不公打击和委屈变成自己走向成功的动力 相信终会成功的那一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